第四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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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今天第二節課 這個老師就要教你們 巧克力所的 船接手的方法 基本上巧克力所的 三種 船接手的方法 第一種 上一次已經教過你們 第四節課 用肩上丟球 四個手指控制 追球的方向 脖子上面捆住 這樣子來丟球 這個叫做肩上丟球 肩上丟球法 示範一下 好,看一下 肩上丟球法 第一個,你們常用的 常用的行動 肩上丟球 半字起 腳要怎麼樣 跨腳 再來 第二個動作 第三個 第四個 然後 手要怎麼樣 手腕 丟出去 丟出去 我覺得很強 然後 丟出去之後 接手的人 一樣直接來接手 所以叫誰叫做 好 接到來做 對不對 跨腳 要白手 好 要白丟球 好 這要肩上丟球法 等一下 老師會來 練習 好 第二個 接手法 第二種 就是從側面丟手法 從側面丟的 好 尤其 你要打旁邊的時候 側面丟到 所以 手 有個想要做的不少 沒關係 一個手指 下面兩隻手指 下面一頂 球平的 大家扶責一下 側面丟到 往側面丟 往側面丟 從側面丟過來 對 好 側面丟 你離開球的時候 手指最後離開球 這個球會有點旋轉 球會有點旋轉 好 再開始 側面丟的 好 側面丟的 好 再來 一樣 第三個姿勢 叫做 第一手丟球法 就是手在盯著 盯著 就像打管理球 打管理球 好 打管理球 就是這樣子丟 好 這樣丟 這樣丟 就好 這樣丟 好 這樣子丟 兩不了解 好 這樣子還丟手 真的懂嗎 好 所以這樣子丟手 掉到時候再 夾著這個下面 旁邊這邊過去 好 打管理球的就是 第一手丟球法 好 所以這三種丟球法 等一下 等到練習 好 所以我們一點老師的口令 那我們先練哪一個 就先做什麼 先做什麼 好 好 現在 兩個人一組 一個你要拿球的人 女生 全部起立 好 一個就位 一個女生 一個女生 一個女生去拿球 先開車去拿球 好 好 那個男生一樣 女生去拿球 好 就位 拿球就就位 來 好 來 這裡站起來 謝謝